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武断的说它是失败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四个都是世界第一的企业 第一个是SpaceBuy 那这个在中国大陆翻译成百师麦 也许很多底下的听众不晓得这家企业 因为它没有来台湾 但是它是世界家电连锁的第一名 那右边这个我们看到的是燦坤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家电的制造商 那左下方的是Ebay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网拍平台 那右边的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零售集团 那另外一个品牌叫Safe Club 在台湾也是没有 那其实就很像台湾的好市多 就是沃尔玛集团 那其实它不是世界 不只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集团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公司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个揭秘就是 我们常常想要帮助台湾的企业到大陆去发展 那我们自己认为大陆的消费者 应该很喜欢台湾的商品 但是这个又犯了一个行销的谬误 到底大陆人的心目中 台湾商品是怎样的形象 那我们会揭露我们调查的一个初步的结果 那第一部分我们就来看 台湾的零售业啊 因为台湾 在台湾的服务业的GP高达26.59% 但是我们内居市场的消费 甚至欧美企业都蜂拥得到中国大陆市场 然后这边大家都讲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对不对 接下来的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如果我们摊开全世界零售霸主的前单市民 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 哇 两周的企业只有两个 而且都是日本的 那分据 第一名的是美国沃马 我们讲的是很可怕 其他营业的这叫十二兆台币 常常他的 比很多国家GDP都还高 而 其他的呢 除了美国企业之外 都是欧洲的企业 好 那另外这两个框起来的是 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一个个案 就是美国的百尸买根窝 所以我们就说 难道小池子 真的很难养出大鱼吗 那我们台湾企业要如何 培养出国际的零售业者 我们来看 台湾的综合零售业 如果我们全台湾只跟一家企业买的话 全部加起来 也只有世界第30名的IKEA这么大 而台湾最大的一个零售集团 统一 在亚洲 在亚洲 还不是全世界 在亚洲也只能排到36名 也就是说 我们的经营实力上 我们如果看欧洲的区域前五名的话 可以达到世界的2345 8名 北美洲的区域 12345名 可以达到全世界的167 90名 但是亚洲的话 就是比较新兴的 所以说 欧洲的品牌比较国际化 因为欧洲的整个地理格局 他们很习惯到其他的国家去做生意 那美国的企业虽然很大 但是他们大部分还是在本土 因为美国本土的市场就已经够大了 而全世界的前十名当中 比较多的业态是量半件 因为他们追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 是比较能够全球化的 好 那我们看看大陆好了 这是最新的一个资料 大陆的连锁20强 我们会发现 前两名都是电器业者 连锁电器业者 其他的大部分是国营跟超市 国际量半股集团 我们发现苏宁跟国美很可怕 他们已经爬到了 前两名 而且他们每年的成长速度 还有41% 好 这给我们一个背景 好 我们讲个美国最大的BaseBuy 它在全球最大的家电连锁 它全球有1150家电 它的营业额可以达到1.5兆台币 它是台湾参坤山基的50倍 它曾经被评为不比式的年度公司 它最厉害的是 强调的体验服务 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哲学 在北美洲所向披靡 它在2006年到大陆展店 2011年就宣布退出 然后关掉了上海的酒家电 它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好 我们不由得用一些分析的模式 我们简单来看 它当然是想要大陆的市占率 然后它分战它北美的经营的风险 所以通知它在尝试地找出 在大陆经营的一个成功模式 但是它在外部 在中国大陆遇到很强的本土竞争者 稍微分析苏宁跟国美 以及跟美国不同的消费服务 所以它的经营策略就是 在上海它选定了一级城市 以美国Best Buy的经营模式来把它导入 可是它很聪明的是 它同时在浙江又以并购的模式 买了全国排名第四的五星电器 也就是它用双品牌同时来经营这中国的市场 那大家普遍地认为 Best Buy它的经营模式错误是最大的关键 因为它的模式我们在这边看 它是强调高品质高服务 所以它的门店是用自己租的 然后它是跟厂商说 大陆的厂商通常是货款都很久之后才付 它是用现货来买 然后它自己培育所有的里面的零售服务人员 然后它的价格是付货价 是明码标下 然后推广方式就是关心顾客的需要 但是它的竞争对手很厉害的是 它就像百货公司一样 它亲自对手不把货买断 也不自己聘营业人员 它只是租了一个场地 就让特可的供应商进来分租 也就是说让厂商自己去卖自己的商品 它是用传统的推销模式 所以造成了所谓的随土复复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到大陆经营 它的竞争者苏宁跟国美 几乎在2011年每一家都有1300个年以上 而且跟供应商的关系很好 再加上电器商品的产品其实同质 大家都跑到Best Buy去逛一逛 买一买很舒适的试用空间 很舒服的座椅 而且所有的品牌的排排站 而不像竞争品牌是一区一区以品牌的分类 所以造成Best Buy它的展店成本一家要3000万元人民币 它的竞争对手只要600万 所以它的成本是人家的六倍 再来它只有九家店 它的溢价能力是不足的 所以造成它的产品的价格过高 再来另外一点 它的供应商 它原本以为很自豪的是 它的供应商可以 跳拖这种款被压下 被零售商压下来的一个状况 但是确实却不是这样子 因为它的先获后款买入后自行销售 供应商反而担心它会上市的通路自主权 所以我特别去抓了这一张 就是蔡英文他讲的 强势采购 卡绝对低价 就好像多马跟加勒福一样 如果所有的电器的末端 全部被零售商掌握的话 这一些制造商不能自己像苏宁国美 租一个产品去卖的话 等于是最后一段就被掐住了 所以这些制造商反而会有些顾虑 另外一个是 很重要的是 大陆的人 消费者喜欢买东西的时候能够杀价 如果不杀价 就是多付钱的冤大头 对他们普遍的认为 靠自己能力去谈判下来的钱 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你靠你的好服务 很不错 我很喜欢 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多付钱 也就是说 产品同质的状况之下 消费者会选择 可溢价的传统家电通路 也是所有刚刚讲的苏宁跟国美 这样子的一个通路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Facebuy的一个 一个案例 所以有市场研究专家 就是说他领先大陆的市场太多了 所以他变成一个先列 如果只领先一点点的话 还不错 但是领先太多 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大家比较清楚 就是ebay Facebuy它自行开店太慢了 那我们直接用并购的方式进入呢 那ebay这个大家比较了解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络交易平台 就算在2007年 如果会员可以变成国家的人口的话 它是全世界第五大国 它的用户占有数 在2011年的统计 它的渗透率费到16%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仅次于emeral 它的营收费到91亿美金 它在2003年的时候 并购了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家 G2C网络 就是所谓的疫渠网 它在2006年的时候 全部退出 改组 经营权交给了它的合作企业 好 它的目标是要迅速的进入这个市场 抢占中国大陆的市场占有率 而且作为它全球 G2C网络平台的一个布局的一个重要地点 它到中国前刚好在日本 挫白了 所以它说中国我一定要拿下来 它的外部竞争对手 有个强大的竞争者是淘宝网 事实上 它2003年竞争中国的时候 淘宝才刚生出来 还是一个baby而已 它跟欧美完全不同的使用固群 而且中国的不管是在网络 或者是信用卡 网上付款 这些法律的条件都不如欧美这么成熟 所以它决定用并购的方式 然后它并购之后 再把这个网站改成一个全球统一化的一个网站 但是它市场暴跌的速度 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撼 它的经营策略 我们这边不讲全球化 因为是它把一个蛮当地化买下来之后 再改成全球一样 所以我们叫它去代地化 然后它很大的目标就是 它买下来的时候 这个疫区网站中复有70%以上的占有率 所以它要彻底的巩固 好好的巩固它现有的代表率 但是大陆的经营环境 我刚刚提到 大陆的相互信任是非常薄弱的 网络大便很多 其他的机制都是不成熟的 但是它没有考虑到这些状况 所以结果就是市场暴跌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 觉得叫做什么叫做死亡交叉最好的权势 它在四年当中 占有率可以从72%掉到7% 它往往可以从7.2%跑到83.6% 大家不晓得认不认识马云这位非常伟大的 像中国的企业家 他就讲说不要担心这个大鲨鱼啦 它游到中国来 我杨子江的鳄鱼这样可以把它咬一口 它要回去的 果然它也做到了 那它是怎么做的 eBay它去代异话 它淘宝反而推出三个很厉害的武器 第一个在eBay做大的时候 开始宣布要收手续费跟刊登费 它说我前三年绝对免费 到现在它还是坚持 某些部分的费用是不收的 那第二个它是推出了淘宝旺旺 这个大家觉得很陌生 但是我跟各位介绍大家知道 第三个是叫支付宝 支付宝英文叫阿丽 因为我刚刚讲中国的大店很多人与人的信任度是比较低的 在欧美你在网路上买东西 如果不付钱 不付交货 会被告上法庭的 那在大陆不一定要有这个状况 所以它老早就推出了一个叫做支付宝 它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你跟我买货 你把钱汇了 但是是汇给谁 汇给一个公正的第三方 就是支付宝 还跟银行合作 所以你是把钱付给支付宝 支付宝后付钱之后跟卖方说 我收到钱的你出货 所以卖方出货买方收到确认无误之后 跟支付宝说可以放款了 支付宝才放款 所以早在2003年 中国大陆的淘宝网 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境界 而且它是规定所有的会员 加入会员就一定要使用支付宝 现在支付宝连去看 如果去大陆网的话 它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付款 不只是在网路上 在邮局 在便利商店里面 它有台机器 都可以变成中国最大的一个 虚拟的一个付款机制 那另外一个淘宝网网也是很厉害 我们现在才讲 Social Media Facebook 其实早在2003年 它就发明了这个淘宝网 它那个绿色的蓝色的小人 每一个会员加入淘宝网的时候 就一定要登记一个淘宝网网 它就是MSN 所以你打开这个购物网站 你就看到哪个买家卖家它上线了 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喜欢跟买方卖方 即时联系 杀价 讨论 确认再确认 而这整个过程当中 都会被这个淘宝网网记录起来 将来有什么纠纷 它会有第三者出来仲裁 根据你在几月几号讲哪句话 你说要卖多少钱 但是什么什么 就会来仲裁 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 社群购物的一个先驱 所以说我们认为淘宝网 它的模式很棒 它是提供一个在地化的 一个platform 好 那我们现在看燦坤的故事 我们刚刚讲两个是老外公司 它可能不懂中国人 那燦坤呢 那燦坤它是世界最大的小家店的代工商 它在1991年的时候 开始经营台湾的通路 仅仅可以到300亿台币 那在2003年大陆开始设店 2005年 哇 才两年时间 它说它要开1000家店 结果只开了大概50多家 就开始一直衰退 最后把32家店割让了给 就卖给了本土的永乐电器 那我们讲说 燦坤在中国的一个思维就是 跟它台湾的是一样的 你们看它的广告就是 大量采购 大量开店 压低价格 强势的经营 但是这个策略搬到中国这么大 反而失灵了 因为它跟供应商的关系 跟这么大的市场 它以它集团的这个能力 其实是很难去附和的 再来同样的是 苏宁国美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以及台湾不同的一个环境 好 电器产品我刚刚说过 它的同质性是很高的 它把台湾的 大家觉得是参坤的会员 就是你缴会员之后 变成它的会员 大陆是行不通 不喜欢用这样的方式 再加上 它的快速展变 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因为它是制造业起家 对于展变的地地商圈的 掌握度不够 所以一般认为它的开的店75%是不赚钱的 而且它的资讯系统跟专业人员都没有办法的配合 另外一点是它不知道消费者要的商品是什么 所以它把很多它带风的商品 符符符符的全部放到它的零售店里面 造成商品卖不出去 所以就变成了复制越快 问题越大 但这也是我们刚刚前面好几位讲者都提到 台湾一个从制造业走到服务业的思维 这是一个市场评论家讲的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他说台湾的很多厂商 台商 它就像是外国人训练好的一批赛马 你把它放到赛马场当中 它会一直冲就冲就冲 通到世界平民 但是你把这批马放到蒙古草原的时候 它不知道该往哪里跑 因为它从来没有被训练去找方向 这就是代工厂的一个杯哥吧 那从经营绩效来讲 蒙古在卖场的经营的确是不如前面的BaseBuy 然后他们的资讯系统也做不到跟连强一样 30分钟之内就告诉厂商它东西卖得多好 所以这个蒙古的模式在大量展店压低竞价 这个模式似乎在目前在中国是还不适用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沃马三姆汇原店的中国故事 这个是沃马推出的另外一个系统 因为它在美国被Costco打得很惨 所以他们都推出了另外一个副品牌 它全球605家店 全世界营业额最高的是在深圳的家店 它进军了16年只开了6个店 所以它跟参坤比起来 它是保守很多的 它的特色是必须要缴150块的人民地会员 才能够加入 而且他们是坚守这个政策 好 我们看看 它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不收费的 的量饭店了 它还敢去收量饭 还敢收这个会员费 好 它怎么证明市场上有这种量饭店 仓足量饭的存在呢 原来可是大陆的人口的人均的GDP还低 它这种进口商品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Costco这种模式 它有30-40%是进口商品 所以它认为市场还不明朗 但是我可以尝试看看 所以用种叫保守的方式来进入 它试图来区隔出一个中高端的量饭店 Costco目前是没有进中国的 只有它跟麦德隆是这个高端的进口商店 好 那一般的量饭店是不收会员费的 而且服务叫差跷拥挤 而且进口的商品渗透率是有限的 它的经营结果就是 它开了6家店 小规模的市态 然后深圳店的营业额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家店 那我们看中国大陆 它是从世界工厂出口模式 现在变成了进口模式 大陆的高端消费者在很多ACNEO整个资料都显示 大陆的高端商品 比如说BMW在中国卖的是其他品牌的9倍以上 LV也一直开店 那大陆的一般公布当中 其实进口商品是少了很多 也就是说 波马早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 早早就进去补局 尽管它只开了6家店 有的人说它动作时的太慢 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很不错的一个举动 但一般的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付150块的银币呢 因为这个环境是比较好的 有进口商品 不要计较 不要计较这个一点点的这个会员费嘛 但它很坚定的使用 说会员卡没有会员卡是不愿意付费的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很巧妙的用去优惠员卡的方式 来区格出一个新市场 并且坚定这个地位 跟刚刚BaseBuy是不一样 因为BaseBuy卖的商品是同质的 但这边是一支的 所以它有办法区格出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它6个店都开在一整城市的旁边 它所定的是高端的消费者 它同时做到了退货 不问理由服务好 然后进口比例高 然后品质好 品质比较全的一个地位 所以它的一个针对品质较高的中高端消费者的一个定位 能够区格出高端市场的行销策略 同时有会员费跟产品销售的利润的一种模式 我们觉得是还不错 是值得大家参考怎么区格出一个高端市场 所以我们刚刚总归来讲 总归一个结论 我们先看右边好了 大家都知道 大家讲在中国大陆要先做大再做好 好 那我们再分析它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经营环境 一般来讲大陆的收入还是很比较相对来低 它的社会信任感是比较低的 根据很多的媒体报道 那城江差异大 以及有一些大中华情怀 所以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是很高的 同时的商品稍微高一点他也不愿意买 而且大陆的人工是非常低不像是欧美 所以你的服务对他们来讲他们不会认为那个是那么高价的东西 好 所以认为服务是比较廉价的 然后他们喜欢杀价认为价格是协商出来的 而不是费时的 那如何对付消费者 因为他们对人的信任度是比较低 他们更倾向用品牌 广告 规模 进口来源等线索来判断产品的品质 这也像我们讲到的所谓的SYNCHNOM 群细传递理论 然后他们也常常受到平主品牌的形象影响 另外社会的财富的阶级变大 我们是有机会去复出一个高端的市场来经营 所以先做大再做好 是前述的这个原因 那行销比例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大陆的厂商很敢花钱在行销推广上面 那民族品牌 大陆常常有很多自主品牌 能够击败外国的品牌 就是因为大家相信的是大品牌是比较好的 不管是本土还是进口 好 那以上这些其实像老生常谈 我们就把它再总规一下 人脉关系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必须要投资重要的人脉关系 要掌握市场的潜规则 像FaceBuy、畅坤、eBay 就要了解当地的一个风俗 再来是市场定位必须要明确 市场调查是一定要做 而且必须要找到利息市场 那在在地化调整方面 产品是需要适度的调整 稳健的经营 那第二部分我们来看 您真的了解大陆市场吗 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你认为台他们认为大陆 大陆认为台湾最知名的商品是什么 他们愿意付多少钱 以及主要的租金是哪些 我们发现 我们访问了400个在南京的消费者 电子商品跟小吃 有百分之百的认为是受欢迎的 电子商品是 10支是56% 那其他的像水果旅游 不是就有相对的低了很多了 这个可以大家参考 另外一个是很有趣的是 我们都以为大陆的消费者 很了解什么是台湾商品 确实是不是的 我们为了400位大陆的消费者 不提示之下水口讲出 你认为哪些是台湾商品 想不到只有20位才能说出原主是台湾的 很夸张要跌倒的是 竟然有12位说 KXC也是台湾的 有何逗家 那反而是在电子商品方面 是比较准确的 好 那其他的方面 其实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这么了解台湾 那愿意付多少钱 多买台湾 多付多少钱买台湾商品 只有17%是愿意在买餐饮跟电子 所以跟我们想象的比例是低很多的 所以我们建议台湾要品质好到 不打台湾都能卖得出去 所以不要靠台湾这个牌子 它只能加分 但是不是你的全部 那在百货公司除了 餐饮之外 他们其实还看到 找教主的商品 服饰 鞋垫 商包 香包 这些东西来进入大陆的通路 是比较多元 那另外我们针对前面量化的结果 在做焦点转提法 我们找到那群 喜欢台湾商品的人 三分两组 他们喜欢认知正确 跟喜欢认知不正确 我们发现很有趣的 他们喜欢吃台湾的东西是 他们说因为你们吃得起 我们也吃得起 其实就是他价格便宜 这个是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是他们主要是透过 综艺节目 跟新闻 再来一个很兴奋的是 树化妻他们认为影响不大 因为他说 我们这边更严重 二三十倍 只是没有话而已 所以这个是很令人欣慰的 那认知正确这一组 喜欢认知正确 他们的学历跟收入是比较高 他们是比较理性的判断者 他们说某些商品上面 如果打上台湾 我的希望会很高 结果失望会更高 所以建议业者不要的 很草率的把台湾品牌打上去 但是认知不正确的组 反而是充满了热情 他已经太喜欢台湾了 所以他把很多的情感转移到 他别国的商品 他也认为是台湾的 所以刚刚讲的KFC也是台湾的 我们也找到他了 他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一讲到台湾不好 就出来辩论 说我跟你讲那个什么 真的不是你们所讲的那样子 所以的确是有这群人存在 那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再把这群人的轮过 调查的更清楚 那在月月付多少钱 这个方面 我们做了一个盲眼试验 到了四个城市问他说 同样品 台湾生产 大陆生产 台湾品牌 大陆品牌 我们发现在沈阳跟武汉的消费者 愿意多付将超过一倍的钱来买台湾生产 跟台湾品牌的衣服 但是不一定是每个城市都是有一样的 这个增加的幅度 这两个黄色的是110 而且有一些是因为制造地的差异 有一些是因为品牌来源的差异 那当然这个这些研究都是一个初步的一些结果 不过可以告诉我们的启示就是说 我们想象中的消费者 其实不要把他当做是理所当然 而是应该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行销调查的工作 回到市场的一些本质 否则就很可能 就会犯了连世界第一的公司都会犯的错误 更何况只是台湾的中享企业呢 我的演讲到这边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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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事业向全球获胜之地 不仅建设到商品规划 还有品牌的行销 也必须大幅提升 企业本身的营养能力 否则就难以支应在市场上 封城的月地的 Tai 未来 但